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伯吉天卷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有声小说《石宗罪》 作者蜘蛛 演播 骆驼 第164集 凶杀现场往往令人极度不安 人们对凶手和死者有着双重恐惧 黑龙江奸杀多名幼童的凶犯龚润伯 他当年租住地也就是他的作案场所 几年里那个地方再也无人居住 胡同里边所有的窗户都被封死 天井里已经长满了半人高的薅草 广西贺州发生一系列奸杀女童案 一个光棍汉在十几年里奸杀了村里边的四名女童 在当地的竹林里 一个老太太寻尸的时候发生了怪事 竹子几次勾住了老太太的衣服 迷信的老太太意识到可能是某种神秘的暗示 找来村民挖掘 结果在竹林里发现了自己孙女的尸体 有的时候一扇紧闭的门更能让你想看门后的情景 玉才中学三名学生将摄像机放在双双遇害的案发现场 一夜过去 他们次日检查摄像机的时候看到了难以置信的诡异画面 拍摄到后半夜的时候 画面竟然在缓缓移动 似乎有一双手正在移动摄像机 如果是人的话 那么谁会在半夜里 跑到刚刚发生过凶杀案的小屋里去呢 三名学生面面相去 摄像机本来平放在地上 对着双双死去的屋角 但现在画面竟然转向了小屋的门口 外面是坟地 视频画面上的月光时隐时现 大家看到有什么东西模模糊糊的从门外进来了 这时摄像机里传出了一阵咳嗽声 大家吓了一条 头皮发麻 咳嗽声再次响起 能够清楚地看到 这次是一个老头的咳嗽声 紧接着 视频里就出现了恐怖离奇的画面 三个学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看到一只手缓缓地从门外移动进小屋 三个学生大叫起来 关掉摄像机 吓得屁滚尿流 一直跑到学校 他们对同学声称拍摄到了鬼 拍摄到了一只鬼手 还露到了一个怪老头的咳嗽声 教室里边一片喧哗 有的同学去老师办公室打小报告 教导主任带着苏美赶到教室 苏美当场就没收了高富帅的摄像机 教务处主任严厉地批评了高富帅 大离子和李局福三个人 特案组研究了摄像机拍到的这一段古怪的视频 首先视频录到的咳嗽声难以解释 特案组使用警方最为先进的声闻鉴定仪器进行分析 无论是波形图还是振幅曲线 基频曲线 以及三维频谱 宽带余谱和过灵律曲线 这咳嗽声都不符合人类发音的特点 也就是说 这不是人类的咳嗽声 通过仪器 将录制到的视频画面做清晰放大处理 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只手 那其实是一只手套 在视频的后半段 画面之中居然出现了很多眼睛 什么东西在小屋里鬼鬼祟祟的移动 特案组四人也都感觉到毛骨悚然 一起恐怖的凶杀案的现场 竟然出了这么多离奇古怪的现象 视频播放到后边 天色渐亮 足够使人看清楚 画面之中 一些小刺猬从屋子里边慢慢爬了出去 大家恍然大悟 视频里边录制到的灵异现象 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刺猬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动物 咒服夜出 栖息在山林 草原 农田 灌丛等地 坟地之中也常常能看到刺猬的身影 经验丰富的墓地管理人员会赶走刺猬 因为刺猬不仅取食各种昆虫 也习惯在地下吃死人的脑子 村里边的村民常常看到刺猬在厕所吃蛆 蛆和蛆翘也是刺猬的食物 这种动物能模拟人生 咳嗽的时候像老头一样还会打喷 人体哭叫声 像是小孩子的哭声 双双遇害的现场有很多躯窍吸引了大量的刺猬在夜间去觅食 视频画面中的那只手 其实是手套扎在了刺猬的身上 那手套是现场勘察人员留下的 虽然灵异现象得到了澄清 但是想象力丰富的人会在脑海之中出现这样一个恐怖的画面 一个女孩死在墙角身上密密麻麻的扎满了铁签子就像一只大刺猬 到了夜间很多刺猬从坟地赶过来爬到死者女孩的身上拾取尸体伤口处的蛆虫 特案组在玉才寺中召开了案情分析发布会 除了校长之外 这次会议没有通知其他校方人员 因为此案目前还不能排除校领导和学校老师的嫌疑 酒队长先汇报了一下这几天的调查情况 在案发现场和双双的背包里都没有找到双双的手机 通过电信部门调看他的通信记录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这个腹黑少女很可能有着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手机号码 双双的乌毒娃娃是从学校门口的饰品小店购买的 但是小店里边出售的乌毒娃娃并没有盛装尿液 尿液来源不明 铁签子是新的 上边没有检测到烧烤羊肉的痕迹 这种铁签子室内的五星店 土产日杂店批发市场 车铺超市烧烤用具专门店都有出售 价格为十块钱一百个 质量好点的二十块钱一百个 酒队长说 如果是买来的签子 那么应该是两百根 这种东西一般不灵卖 梁教授说道 实体身上只发现了九十八根 少了两根 你们就是绝第三尺 也得把那两根找到 包展说道 凶手现场有着明显的不斗痕迹 凶手可能受伤 双双也许用铁签子刺伤了凶手 校长说道 哎呀双双是被强迫带到凶案现场 还是自愿到的 这点很重要啊 苏梅说道 根据班级里边的同学反应 双双从没有去爬过山 她一个人去爬山的可能性并不大 华龙说道 如果很多人一起去野外聚餐 每个人吃十串羊肉串的话 那么至少都有二十个人 酒队长说道 你是说 是很多人合伙 杀死了这名女孩吗 华龙说道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凶手有男有女 集体作案 校长说道 天哪 那会不会是 哪个班的学生啊 酒队长说道 那帮学生连警察都敢打 不是做不出来啊 要知道 孩子游的时候 比大人更残忍 梁教授说道 班级里边的那三个同学 胆子也太大了 竟然去凶杀现场录制视频 酒队长说道 双双衣服上的那个海绵宝宝的图案 会不会有什么含义呢 校长说道 这个呢 我来解释一下 这个很正常 很多学生在校服上涂鸦 用笔画出各种图案 画柯南的 画腊笔小新的 画海贼王的最多 还写上了各种名字 有个女生在校服背后写着 女仆求竹 还有在校服上印花的 那简短拉长 或者在这个校服上开动的 前段时间呢 狗角印非常流行啊 苏梅说道 你们的校服是丑了点 这些高中生正值青春期 特别暧昧 酒队长说道 女孩全身插了近两百根铁签子 看上去像是一只大刺猬 凶手为什么这么做呢 包展说道 我也觉得 除了仇恨和残忍之外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啊 梁教授说道 古代交代机人有一种刑法 就是在圆筒里边布满尖刺 把犯人塞在里边 让圆筒从高处滚下 把犯人给扎死 欧洲有一种死刑 做一个箱子 箱子的前后门 都有较长的刺 把人关进去 要几天才死 在心脏等主要部位 没有刺 这个刑罚叫做 铁厨女的拥抱 包展说道 双双有可能是密集恐惧症 所以凶手故意 把她扎成刺猬 苏梅说道 这个少女 会不会是一种大号的 乌毒娃娃呢 凶手用来诅咒什么呢 梁教授说道 嗯 乌毒娃娃的真人版 画龙说道 那也用不着扎成刺猬吧 有些张狗是死后形成的 人死了 凶手依然在扎她 苏梅说道 这个刺猬少女 让我想起了芝麻女孩 酒队长问道 什么是芝麻女孩啊 从前有一个女孩 全身毛孔都很粗大 妈妈到处打听秘方 说泡芝麻枣 可以治疗毛孔粗大 于是浴缸里边放碗芝麻让她泡 可是泡了很久都没出来 妈妈去浴室 发现女孩身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芝麻 芝麻镳嵌进了毛孔里 她正在用牙签条 会议上大家认为能够成为破案线索的极有可能就是污毒娃娃之中的尿液 但是从一般的形式案件角度来看 铁签子也是破案关键 这些铁签子是从哪里来的 是为了虐杀而专门制作的 还是从哪个羊肉摊贩处搞来的 如果是自制的话 那么这些车辅条是从哪里获得的呢 梁教授安排分工 酒队长负责在案发现场搜寻另外两根铁签子 画龙负责在全市范围之内排查过购买铁签子的可疑人员 包展对污毒娃娃的尿液进行DNA提取 进一步寻找尿液的来源 苏梅继续假扮老师 在案中调查双双所在班级 哪些学生和她有矛盾 哪些学生和她比较好 是否有校外人员来往 这些务必得搞清楚 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其中 很快 苏梅在班级里面调查到了一些线索 虽然双双只有17岁 但是她的情感经历却非同寻常 双双不是处女 初中的时候就谈过几次恋爱 高二的时候练上了高副帅 分班的时候主动要求和她做同桌 高副帅过生日的时候 一帮同学还到她家里边去参加过聚会 在那次聚会上 高副帅喜欢上了班级里边的一个女生 叫张导雪 张导雪是斑花长得漂亮 双双在暗地里常常说她的坏话 还制造过几起栽赃事件 班级里边没有人喜欢双双 双双唯一的好朋友叫思思 外号叫拉史燕 可是她在高二的时候就辍学了 班级里边的另外两个男同学 大离子李局福 他们俩都曾和双双发生过矛盾冲突 大离子追求过双双 但是被双双当场羞辱一顿 她还把大离子的情书撕碎扔到她脸上 不过同学证明 大离子是一个多情的人 学校里边追求过的女孩有几十个 双双只是其中之一 苏梅私下询问张导雪对大离子的看法 张导雪的评价是 此人的脸皮不是很厚 也就一指多厚 一指能指多远 她的脸皮就有多厚 李局福和双双的矛盾 源自于一次极其尴尬的事情 她还把事情的经过 发到学校的铁吧里 苏梅旁敲侧击 向同学暗中调查李局福 在铁吧的ID 然后整理查阅了她发过的帖子 李局福以前发布过的一个旧帖子 这样写道 今天在学校把大便拉裤子里了 感觉活不下去了 连憋着三天的大便 偏偏今天就憋不住了 感觉肚子里边硬硬的 只要稍一用力 大便就会挤出来 上午十点半左右 体育课跑两百米 我为了在女生面前争口气 起跑时用力过猛 然后就挤出一个屁 把一小块石给崩了出来 声音特别响 前后左右的同学都听到了 爆发出了笑声 我只好装作若无其事 假装不是我放的 嘴里边还嘟囔一句 谁放的 没有人应答 我感到有些尴尬 继续跑 在终点冲刺的时候 我明显感觉到 大便随着我的身体 快要颠簸出来了 而眼前站着我们般的女生 其中就有斑花 张倒雪 为了不丢脸 争取前十名到达终点 我试探性的发力 开始加速 还有三十米的时候 由于逼气 我一口气没喘上来 导致力量失衡 菊花失控 一瞬间大便喷涌而出 稀里哗啦地拉在裤子里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像僵尸一样走到终点 此时 我的校服裤子裆部 已经湿黄一片 我走过的路上 也三三两两地 滴落着我的屎尿混合物 大家都惊呆了 虽然没有效 但是我无地自容 那一刻 我的人生毁掉了 事情还没完 我们班级有个女生叫双双 她爆发了我 有史以来听到过 最恐怖的小声 她还拿手机拍我 说要传到网上去 我那几天都不敢去上学了 我本来以为 我写黄色小说被发现 是最为丢脸的事情 被群殴以后 我认为是最抬不起头的事情 可是我怎么都想不到 我都到高中了 居然还会把大便 拉在裤子里 几天以后 我找双双 问她有没有把我的照片 发到网上 这个贱人说没发 但是我想她肯定发了 我就继续问 我们争吵了起来 当时我也有一种 装的成分在里面 就推了她一下 她威胁说 找社会上的混混揍我 那群混混打人 我见过 挺狠 砖头都敢扔 而且还用棒球棒 我现在准备了一把水果刀 避免被他们给打残 另外 我舅舅是交通队的 还有 我要是打不过那群人 是给他们跪下 还是装死呢 这个帖子是旧帖 当时 网友们的回复 是五花八门 大多数鼓励她跪下 或者装死 但是后来 群殴事件并没有发生 双双 应该只是吓唬她一下而已 苏梅查看了 李局服发布的最新帖子 竟然意外地 获得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 苏梅看到帖子的时候 眼睛一亮 帖子的标题是 班级里边的女孩被杀 我知道谁是凶手 我发誓 骗人 是小狗 有声小说《石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博吉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